我們接下來下一個講者是上官菱姐 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上官大人 那他要幫我們介紹Windows Azure 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在Azure上面直接run Python 那因為我覺得上官大人其實還滿有知名度的 雖然說大家也許學Python 那之前可能因為他有去過GTUG或者是其他Python相關機會 應該都認識上官大人才對 那除了這次現在要講的Rule之外呢 那上官大人在下午也有一場是講Connect 我還沒介紹上官大人是在微軟服務的吧 那好 那我們就等上官大人稍微準備一下 好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上官菱姐的talk 好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上官菱姐的talk 這個各位參加PyCon TW的各位同好 大家好 我是Eric 中文名字上官菱姐 那目前在微軟擔任技術傳教室 那今天當然來這個PyCon當然是要講Python的主題 所以現在這一場呢我會跟大家介紹 如何在微軟的Windows Azure Platform 這個是一個cloud的一個platform 來開發你的Python Application 那如果你有在雲端開發Python Application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 Windows Azure可以提供給各位有什麼樣的一個service 好 那簡單的自我介紹 好 那剛才小海已經幫我介紹了一部分 那我這個大學碩士班念完之後 在中華電信復國防14年 那做的就是一些web開發 或者是手機軟體開發的工作 那所以Python是學生時代一直到工作 業餘時間都有在玩的 那2009年到2010年在台北 organize 了一個GTog的社群 那現在這個社群是Gasolin 也是Python界的名人 在接手 那在這個期間我也用了這個 Python做了很多這個 關於App Engine Google App Engine的一些東西 好 那去年加入微軟 來做這個技術傳教室的工作 所以要講說跟Python最大的一個淵源 如果大家今年4月有來參加 那個OSDC的時候 我雖然沒有上Keno演講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的 這個上到Keno 那聽說以前人家是到研討會來聽我介紹App Engine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是Windows Azure 那我是微軟的技術傳教室 但是我今天是用MacBook做Present和Demo OK 好 那今天的Agenda 那當然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是Windows Azure 因為我相信各位可能對於微軟的平台不太熟悉 所以我花一點時間介紹一下Windows Azure 的一些服務 跟它各個component 也許可以讓各位對於這個平台有一些改觀 然後再來就是說 既然主題叫做在Windows Azure上開發這個Python的Application 所以有幾個方向可以去使用Windows Azure 那再來就是一定要很精彩的這個Live Demo 所以如果不小心爆炸了 還請大家這個多多包涵 那最後呢希望大家可以去Try Windows Azure OK 那首先這個 開始要介紹的部分就是Windows Azure 大家如果這個現在都在上網的話 網址就是windowsazure.com 那這個有多國語言版本 如果你直接輸入ZH-TW的話 就有這個中文版的網頁 如果你有時間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說整個overview來看 整個Windows Azure的Service包含五大部分 不過我今天會focus在前面三項 那就是有website 那就是Windows Azure 提供你一個比PaaS更高一層的 就是website的服務 所以使用者只要在Windows Azure的Portal上面 點三下什麼下一步下一步安裝 就可以馬上在Windows Azure上面 很快速的這個 這個新增一個Virtual Machine來執行 那大家可能以為說這個Windows Azure 是不是Virtual Machine 只能跑Windows Server 其實不只 包括Windows Server、SQL Server之外 還有這個SUSE Linux Ubuntu Linux 都可以在上面跑 那我今天的其中一個demo 就是用這個Ubuntu的這個VM 那如果各位到這個Canonical的這個官方網站 官方部落格上面看的話 也可以看到像這個Canonical 對於Ubuntu的VM 跑在Windows Azure上面 也是有官方的support 所以這一點 對於它的穩定度或支援 不用太這個 太有疑慮 那Cloud Service呢 就是傳統大家可能心中認定的 這個PaaS的部分 就是Microsoft在Windows Azure上面 做了一個 讓你可以跑Web的這個Service 那這個一些資源 跑這個Web的資源 都是可以動態的去調整 那後面Big Data呢 目前還沒有Public的Release 還是在一些 就是一些前期Preview的一些Test 要Envi-only的 那未來大家也可以在Windows Azure上面 使用Hadoop的服務 那如果上個月有參加這個JSDC的話 我同事也有介紹在這個Windows Azure上面 怎麼樣這個使用Hadoop 那可以操縱語言 甚至是還有用JavaScript來控制 那還有一個是Media的Service 就是你可以利用Windows Azure的這個運算能力 來將你的這個影音 做轉檔或是串流等等的服務 那今天跟大家比較有關係的就是前面三項 我們跑這個Windows 跑這個Python的Application 那 這個剛才跟大家介紹了 等一下我會直接再開Poto給大家看 就是你在Windows Azure的這個平台上面呢 你說我要Create一個WebSite 它就提供了你一系列的Gallery可以選 所以像是Drupal或是WordPress 那或者是這個就是一些知名的PHP 或者是搭內所開發成的這個CMS 都是可以很快速的這個架好一個網站 那如果說你架網站的話是用這個Share Host的方式 而不是用這個Delicate的Server方式的話 架網站本身hosting是不用錢 那接下來就是看這個流量 它有一些計費 那也有一些free的quota 那跟今天的這個主題介紹 比較相關的就是這個Virtual Machine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截圖 你在Windows Azure的這個platform上面 你可以Create這個Virtual Machine 所以如果像等一下我介紹的這個Path的部分 你覺得不合用 那其實你也可以在這個Windows Azure上面 直接Create一個VM 那一樣既然是Cloud Service 它所有的資源都是Elastic 就是你可以動態的去做Configure 來調整 就是說當你的網站服務 或者說你的App 需要這個比較多的resource的時候 隨時到網站上面來做調整 那這個是這樣子的服務 比較像是大家這個常講的Ice 就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你可以Create這些VM 那再來就是這個Cloud Service Path的部分 那主要是提供 你可以在上面跑這個Web Application 那或者是一個Background 在Background執行的一個Worker 那在Windows Azure的術語裡頭 是叫Web Raw跟Worker Raw 在Cloud Service的部分 那它提供這個SQL Database 或者是你也可以跑這個MySQL Database 那還有一些跟這個Cloud Service 相關的一些服務 像是Cache啦 或者是CDN 或者是Storage 就是在這個Windows Azure上面 可以有類似像我們的這個 友商Amazon的S3的服務 有Storage 有這個Blob Table Service 還有Q等等 好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 對於 Windows Azure的一個 很粗淺的介紹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網站 大概是 如果你打開了 剛才WindowsA9.com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網站 那如果大家對於價格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考這個定價的頁面 那上面都有這個即時的計算機 那因為這個 我之所以會被highlight在OSDC說 介紹GAE 主要是因為它後來付費的時候 不太滿意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怪到我頭上 所以這個 申購基金錢 請閱讀公開說明書 那申購任何服務之前 也請大家去看Term of Use 那我也提醒大家了 定價 free的 quorta limit 到底在哪裡 然後每一種方案的優惠在哪裡 所以你在開發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馬上的看到 這個 整個Windows Azure的platform 並不是搭內only的一個環境 剛才有這個前面的前輩說 微軟什麼 只有open的一點東西 其實現在微軟的各個平台 都是相當的open 你可以看到 像是java node.js php 甚至是python 都有官方的support 所以 如果你是這個python的developer 不管你用什麼平台 我們甚至連工具 SDK都不是只有提供 Windows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 Mac還有Linux的 一些comment line tool 可以來management 或者是做一些管理 或者是一些監控的部分 那 甚至 剛才說 微軟的這個cloud service 的pass的部分 提供了 開發人員可以 把web application 放上去 那目前在Windows Azure上面呢 這個 jango 是ready的 也就是 你只要開發好你的這個 jango application 直接 deploy上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 我們回到頭影片 好 那 不要太多這個介紹 Windows Azure 這個網站都寫很清楚 大家要自己看 那我們 要來看的就是 Windows Azure提供那麼多服務 那到底python 可以在這些服務上面 怎麼樣來使用 好 那我第一個要跟大家 這個說明的 就是pass的部分 我剛剛提過 Windows Azure有這個cloud service 那他提供了web跟walker rule 那web rule 就是讓你擺你的web application 那walker的話 就是你需要這個background process的一些script 或者是application 你可以用worker rule 那web rule的部分 就是幫這個開發人員設定好了 網站的前端的一些處理啦 那還有就是剛才提告 我們用python的話 它像是一些jango的設定 也都慢慢設定好 那使用這個服務呢 目前的話 工具比較成熟的是 還是在Visio Studio裡頭 那這個 這個 for open source 像是Mac 或Linux的 這個comment line tool 還正在開發當中 那等一下 大家也可以到這個github 這個comment line tool的 這個開發專案 其實已經open source 到github上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到 github來check out source 來看 好 所以呢 我如果要利用這個cloud service web rule 我大概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圖 你先到這個 這個portal management portal上面 去create一個cloud service 好 那就是填你要的這個 DNS name 還有就是你的機房 要放在哪裡 還有就是你要用哪一個 subscription的帳號 來用這個服務 好 那開好之後呢 就是到這個 整個sdk裝好之後 在Visio Studio裡頭 不管你是安裝什麼版本的Visio Studio 即便是express的版本 你也可以安裝這個 Python tool forVisio Studio 這個下午可能還會再介紹到 這個也是 微軟開發的一個 open source的project 在Visio Studio裡面可以用這個 Python相關的專案 或者是 它的語法的support 專案support等等 好 那你create一個 這個jango的application之後 可以這個 只要在選單裡頭 create一個 Azure cloud service的部分 那你接著就是直接publish 就完成你的動作 所以 你原本的jango application 完全不用改 jango 大家如果要問說 現在版本是多少的話 目前在Windows Azure上面的jango 是1.4 那當然 你也可以這個 題外話就是 你也可以放你任何你喜歡的這個 這個framework 或是library 在你的project裡頭 如果你不想用jango的話 你一樣可以有這個彈性 把你的 你喜歡的這個 Python的framework 不過 就是某些framework 它可能有 就是用到一些 像是 Linus 或者是 非Windows的這個 一些 library的實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 等一下我們介紹VN的話 你這樣做會比較方便 好 因為 畢竟這個 cloud service的web raw 它的OS 是從這個 這個Windows Server跟IIS 演變過來的 所以 當然你如果在Windows上面 測試你的application沒有問題 你當然可以不一定要用jango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 實際的例子 好 不過 因為我知道大家這個時間有限 所以我不會 從頭這個 live demo到尾 因為 deploy也需要點時間 好 那 當我的video studio 2010以上的版本 這個 目前的SDK是支援2010 那我說過了 你也可以用這個 express版本 來 安裝 好 那當我create一個project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當你的這個SDK裝好之後 它SDK內容也包含了Python tool For Visual Studio 你可以create各種的這個Python application 包括下午我介紹的這個PyConnect 也是在這邊 不過現在這個機器沒有裝PyConnect的部分 好 當我create好一個Django application之後 它的專案就 它的專案就長得像 像是這樣 就是這個Django 它預設的這些 這些檔案 Manager setting 那其實基本上 像我今天的demo 我完全沒有改任何事情 我只是新增了一個views.py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 加到URL 加到URL 的標準 HTTP response 的這個 class 來做 一個很簡單的HTML 輸出 好 那 唯一做的調整 就是在URL 因為URL的這個 Maping Routing 它Default 是全部都是 comment起來的 那所以我就是把 這個 我剛才寫的那個Handler 加到URL 一頭 那剩下的工作 你就是這個 右鍵 Publish to Windows Azure 那你就可以 立刻的把你的這個 整個 整個project 直接把你包起來 然後Publish到Windows Azure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LOG 我是剛才早上10點鐘有再 重新Publish一次 不過因為需要點時間 所以這邊沒辦法 這個 從頭Demo給大家看 好 那 我Publish的這個Service呢 就是在這個 這是 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是 Windows Azure的這個Portal 我把它 試著放大一點 那 它是 用這個 HTML5 所改 所改 所改寫 因為原本 原本的這個Portal 是用這個 SilverLight做管理的部分 那 在6月7號 剛好很巧 這個 來演講之前 6月7號的時候更新 它的這個 後台的Portal呢 是用HTML5 改寫 所以 你可以用任何支援HTML5的 browser來管理 那 在Cloud Service的部分 剛才 我們可以實際看一下 就是 你可以很快的 輸入你的 你要的這個URL Cloud Service會給你一個 cloudapp.net的一個URL 那 你可以決定你的機房要放在 好 目前 微軟在世界 總共有7座 7座 這個機房 幾乎可以 就是說 像美洲 歐洲 還有亞洲 都至少 兩台 好 那目前 今年是在這個 中部 美國中部又多加了一台 所以總共有7台 過去是只有6台 就是在 美洲 亞洲 歐洲 各有兩台的這個機器 好 那這個是 你可以選你的這個 訂閱的方式 因為你付費方案不同 你可能就有不同的這個 subscription的服務 好 那當你create好之後 好 你就等於說有一個 service可以來publish 那 按錯了 好 那在我們porto裡頭 等它一下 它有一個這個 即時的 monitor的dashboard 可以看到你這個 你這個pars 它所用到的一些資源 那你也可以動態去scale 你的instance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deploy之後的話 好 這個dns就是我在create cloud service的時候 好 說去的 好 所以 如果你的這個web application 好 本身是用jango寫的 好 那基本上 完全無tone 好 直接 也不用做什麼太多的設定 好 就是 好 只要願意來用一下這個 Visual Studio的這個 它的工具 好 馬上 它會幫你產生好 那pars的話 最 這個在開發時候 最想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怎麼測試 好 那除了 這個Windows Azure 它每次的deploy 它有兩種形式可以選 好 讓你選說你要stage 或者是production 如果你deploy到production 那就是直接在你設定的這個dns 下面 好 直接的publish出來 好 那或者是如果你選擇staging的話 那它的dns會給你這個 一組這個亂數的數字 好 讓你可以先deploy 那或者是 整個Windows Azure的sdk 在Windows上面有這個emulator 好 所以你在deploy上去之前 也可以利用local的這個emulator 來做測試 好 那這個是 A9所提供給這個開發人員的一個服務 好 利用cloud service 好 好 但是Cloud service 它並不是一個VM的形式 它等於是 提供給你一個可以跑web的這個環境 好 那如果說你真的就是說 純粹的這個application不夠 你可能這個 有一些你要跑的job 或者是你寫的一連串的 各式各樣的trigger script等等 或是你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程 你覺得這個利用PaaS Windows Azure所提供的這個web rule 並不符合你使用的話 沒關係 好 你可以使用這個virtual machine的部分 那直接create一個你喜歡 你熟悉的這個virtual machine的操作 然後用你喜歡的stake 因為整個 比方說你灌好一個ubuntu 它就是一個非常乾淨 剛灌好的一個ubuntu server的版本 目前vn上面你看到它 安裝的是 12.04 long-term support的這個版本 好 好 所以你可以 當你build好之後 你可以直接的ssh進去 像我這張圖 我就是直接 ssh連進去之後 就可以在這個vn裡頭做操作 好 所以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portal上面的部分 好 那 一樣 好 create的方式 create一個virtual machine 你可以選 SQL Server Windows Server 2008 2012 或者是SanOS Susay 或者是OpenSusay 或者是Ubuntu的server 好 所以當你create好之後 它的Storage的部分 當然就是跟著你的這個 整個 Windows Azure的 Service上面的這個Storage 來計價 或者是說 看你的 訂閱是什麼 來計量 來決定價格 好 那 這個monitor的部分 其實 大同小異 就是說你這個virtual machine的一些流量 還有包括它的Status 還有就是它的一些 包括SSH的話 你要連到哪一個這個domain name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它也是 可以讓你去 去做調整 不過就是你可以調整說幾種方案 extra small 或者是extra large 那有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選擇 那 再來就是 還有就是Endpoint 因為 你可以想像的是 這個vn 它這個create起來之後 它是在一個private network的環境 所以 你如果要做SSH 或者是 像我們等一下要跑一個 這個 那個web application 那我public的port 我可能就要打開 並且對應到 我這個virtual machine裡面的port 才可以 連進去 所以在Endpoint的部分 要多做一個設定 那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的 SSH連進去 連到我這個vn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輸入一下密碼 好 那我就是 連到了這台 這個 我在window A9上面 create的這個 ubuntu的vn 那 好 我用這個 django的application 搭配 apache 加 這個 wsgi 你可以看到 它create好了這個 django的project裡面 它本來就有這個 你在ubuntu裝 這個python 然後 透過setup tool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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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h install 然後jango 那一切產生jango project的部分 都跟 你在這個ubuntu上面開發 一模一樣 那我前端 web前端 是用apache 所以 我只要在 apache的設定檔裡頭 好 在apache的設定檔裡頭 設定一下 我要的這個 一些script 的path pythonpath 然後script的alias 比方說root 就是去執行 這個wsgi的 這個 然後設定一下 wsgi的權限 好 所以呢 我一樣 因為你create 一個virtual machine 那它其實也有一個 URL 好 那這個就是 從 從我這個vm裡頭來的 那我們可以改一下 其實做法差不多 我一樣只是在 好 這邊就加 python 2012 2012 然後重啟 好 所以 證明這是work 小海 最常教我的口頭禪 it just works 好 那這個是vm的部分 那你當然可以 我這邊示範的是用ubuntu 那如果你有你喜歡的vm 像剛才講的suset Windows Server 或者是OpenSuset 都 現在在Windows Azure的服務裡頭都可以用 那我剛才demo的話 那我剛才demo的話 是用apache 加wsgi 好 這個apache 有一個mode wsgi的模組 記得要裝 然後搭配jango 來做示範而已 好 那 另外 如果說你的application 就 不想跑在Windows Azure 那也沒有關係 Windows Azure有提供storage的服務 就像我提過的我們競爭對手的這個amazon的s3的服務 那目前在Windows Azure上面的storage提供blob 你可以存放這個二進位檔案 好 key然後存取這個二進位 或者是table service 好 table就是這個no seql 的base no seql base的一個table service 或者是q 那 簡單的安裝方法 就在你的這個python的執行環境呢 你用pip 安裝這個azure 好 就把你把這個azure的sdk 好 都 好 安裝好 那 好 時間不多 我們就直接看sample code 好 就是你只要這個in pro 這個azure storage進來 那你就可以create一個table service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你在Windows Azure上面 你那個 好 storage的account name 跟他的一個primary key 好 然後你就可以create table 做insert 或是做query 好 當然update delete也是支援 好 那時間不夠 我就不demo這部分 好 那大家可以有興趣的就可以到github來看 等一下後面會有網址 好 所以很快的recap 就是在Windows Azure上面 好 你可以跑web app 或者是vm 好 那大家這個 不要聽到Microsoft 或者是Windows Azure 這個brand name 有windows 就好像只能跑搭內 只能跑windows 好 其實我們剛才看過了 包括java php nodejs 都可以在這個Windows Azure上面run 那這個vm的話 也有windows server sql server 還有知名的這些liners的vm 好 那在這個web rule cloud service web rule部分 好 如果你覺得你的application沒有太複雜 只需要用到pass的這個環境的話 好 在Windows Azure的cloud service裡頭 jango 1.4已經ready 好可以使用 那SDK 好 如果你在Windows下開發的話 好 強烈建議可以用 Python Tools 或Visual Studio這個 去整合Visual Studio 那 Express版本也可以安裝 好 甚至是shale 更精簡的版本 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用 Windows Azure做你的 這個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好 那你可以用 這個Windows Azure的Storage 好 來用到它的這個cache 或是CDN的 一些效果 好 那一樣有 Python的SDK support 好 它其實是 整個Storage是有提供REST for Service 好 不過 微軟有做了這個Python的SDK 所以 好 最後 希望大家的call to action 好 第一個 拜訪我們的網站 好 就是看一下 Windows Azure可能跟你過去的想像 好 不太一樣 好看一下 那目前的話 所有的新signup的這個帳號 都有三個月免費free trial 好 三個月喔 我有提醒了 不要第四個月要付錢的時候 又寫一個token來標我 再次強調 那當然我們也有其他的優惠啦 你可以上網站來看 或者是說 好 我們可以先跳最後一條 如果說你的Python Application 這個已經放到Windows Azure上的話 隨時歡迎跟我聯絡 好 我們可以來看看 怎麼樣有更進一步合作的方式 那 好 當然 網站別忘了看 就是說主網站Windows Azure 別忘了看之外 GitHub 好 大家這個 想說這個 微軟的這個Source有沒有公開 有 全部都 關於Windows Azure的部分 全部都是放在 GitHub.com slash Windows Azure的這個 account下面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網站下面 有各種的 Azure SDK for Java PHP NodeJS 甚至Python 還有一些 這個其他的部分 好 所以 歡迎大家來 check out下來看 然後甚至 contribute Windows Azure 好 那我的部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謝謝三文靈姐的talk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想要發問的 是 你好 正好你也有在這個 也有deploy你的這個 網際系統在Google App Engine 那 就我們這個網際系統開發者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系統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migrate 那麼像在GaE上面的話 我們要 如果是Pure Django的話 我們還要做一些程式的修改 才能夠 在這個 GaE上面 跑 那麼顯然現在這個 Windows的話 是兩方面 一個可以用VM 一個可以直接用Pure Django 但是另外一個比較基礎的問題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用PAS 為什麼不直接用IAS 不就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那麼 那麼 Google它提供PAS 跟Windows提供PAS 到底它的意義何在 請問一下 OK 好 第一個就是說 Windows Azure上面 如果你直接跑Django的 這個Python Web Application的話 我剛才示範 是你幾乎不用做任何的調整 它就可以來使用 那 在Windows Azure上面 你除了當然 微軟的這個SQL Server 可以使用之外 那也可以使用MySQL database 所以對於轉換的成本來講 我相信Windows Azure 比App Engine會更容易 因為App Engine 目前它SQL的部分 還是for Enterprise 來使用 那一般的開發人員可能還是 只要 我不確定preview還是test 而沒 好 那這是一個部分 就是說你用App Engine的話 你一定要用它的這個 Data Store 它的這個GFS的部分 好 那 第二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要用PaaS 或者是Ice 因為 這個是 並不是說 誰優誰列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不同的開發人員 有不同的需求 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 假設 我是一個Python很熟的人 那我學了Django 但是我可能完全不熟悉 網路系統的架設 我只會寫Application 假設 那這個時候PaaS 對它來講 它不用去煩惱 怎麼樣去設定 去打那些設定值 像你如果 你要 提供一個 愛死的環境的時候 等於你自己還是要進去那個VM 因為那VM是乾淨的 它沒有 for任何的用途 所以你要進去 把你習慣的那些環境 裝起來 然後設定檔裝起來 那 當你網站 上線之後 你要做一些維護 你都是要自己很熟 那些VM上面的操作 不管你是用哪一個Server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 不同 試用不同族群的一個 彈性 那Windows A19 現在目前是兩個 PaaS跟Ice都有提供 所以 完全是看需求 並沒有誰有誰列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謝謝 還有人想要問問題的嗎 好 好 那 看來就是 我們吃飯之後 可以 再請教 上網您解一些其他 如何相關的問題 好 那